台北报道 老农津贴加码法案在立法院闯关 遭国民党团阻挡政 民进党找来了老农夫拍广告 请大家疼惜农民 脸上满是皱纹的老人家 非常感慨 他就是广告里的老农民 老农津贴多一千块 对农民来说是天打的恩赐 张花冠表示 目前最低薪资17880元 以农业为主的嘉义县 农家却是每一户 每月收入一万七千元 比最低薪资还低 让人看不下去 农夫养活台湾人 待遇却如此不公平 老农津贴 民进党加码一千 行政院的版本 还在考虑要不要排富 农民们希望能够有好的结果 三地熊 廖国雄 嘉义报道 继续我们要带你来看到 这回餐饮